2024一开年 比亚迪王船服狂杂约50亿元进军滚装船业务 上期更是豪至百亿元扩张汽车团队 这样的巨额投资放在如今的市场环境当中到底值不值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美金出海地理之汽车出海 脸文化 那我先说结论好了 其实这个命题它没有答案 因为可变量太多了 我们上期讲到中国车企如今面临的运输难题 是海上运力不足导致的租金高起 一天约10万美元的运输成本 平均下来甚至可以覆盖每辆汽车的出口利润 在这样的情况下 每条新造船的成本也就相当于不到三年的租金 那么这对于2023年狂赚约300亿元的比亚迪而言 拿出50亿元投入到运输环节 也就意味着船在手的同时还能够确保供应面的稳定 这听起来似乎也算不上是一项注定亏本的买卖 但是这一结论的前提是车企的出口规模 财务状况以及运输需求的稳定性 一旦货量不及预期 高额的船舶维护成本在净利润当中的占比 便会显现出来 我也问过一些船东 怎么看待车企造船这件事 中原海特说 车企买船是相当于分割市场运力 与船东形成竞争关系 但行业判断 最近几年的市场供需还是较为紧张的 未来三年PCTC市场的基本面不会有本质改变 另一个好消息是 中国整车出口的热门目的地 已经扩大到了欧洲的比利时 英国 德国 瑞典 荷兰 西班牙 亚洲的沙特 阿联酋 韩国 斯里兰卡 以及美洲的美国和墨西哥等 在这些航路上 中国车企凭借整车出口模式 快速地打开了海外市场 也给当地的清官与物流服务 仓储管理 销售渠道管理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或许是汽车出海的一个全新商机 而为了避免潜在的政策风险 海外建厂也成为车企出海战略的另一大抓手 这也会带动着更多的产业配套企业走出国门 毕竟如今新等元车 以电池与光伏已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塞样 自上汽 奇瑞 比亚迪 广汽等汽车品牌 开始加大海外运力的投入 中国车企也正式步入了自主船运的大航海时代 在当前全球汽车运输船企业的手持订单当中 来自中国的部分就达到了四分之一 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到2026年 中国汽车的运能预计将实现翻倍 那么未来中国汽车出口的运输需求 是否也能够实现翻番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提出你的见解 每日经济新闻将持续关注出海前瞻 打破信息壁垒 分享更多的企业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